经济日报推介大家买吉利汽车175 选选原因是中央政治局早前说到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 预期新能源汽车将会为扩大内需发挥重要作用 9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35万7千架 按年增长接近1.5倍 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在创新高 受惠需求的带动汽车股体好吉利175 芯片短缺对生产的压制影响逐步缓解 吉利9月份的总销量按月是指跌回升 录得大约是10万4千架 较8月份增长1成8 头9个月计了吉利的销量累计是92万2千架 按年增长5% 完成全年销售目标价6成 策略上建议在26元以下收集吉利 目标价先看31元 失手24元就要减持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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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逢新 3000